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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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首次造访乔治亚州托克阿的开乳烧烤餐厅 C.C.开乌烧烤罢后发现 亲眼看到肉块从猪身上被切下放于火上满烤 但人报告称他点的手撕猪肉 在味道和池地上和人肉相同 其他三名基金会认证实验者随后造访该餐厅 证实了此事 对三份C.C.餐厅的不同猪肉菜品进行后续分析后 发现其DNA均与上日失踪于乔治亚州的一位警官相符 在发现时 S.C.P.4670身为C.C.餐厅的所有人兼主厨 对餐厅进行背景调查后发现 其没有美国农业部认证 以此为掩饰 关闭该餐厅 查收所有肉品 并将S.C.P.4670带入赛林五居留 从C.E.餐厅巡获的所有活猪及猪肉尸块 在基因上与过去10年里失踪于乔治亚州的多位园警相符 这些园警在进行监食盯扫 打击卖淫 交通路线等活动期间失踪 对餐厅楼上的S.C.P.4670公寓展开搜查后 发现下列物品 数十件属于失踪园警的制服 装备、紧张和其他物品 可追溯自1980年代 多份通过卫生检查的证明书 属于现已关闭的多间餐厅 时间可追溯自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通过时期 一台巨大的织布机 数十项保险套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卡 IS.C.P.4670起初对基因会采访不予配合 随后发现其对缩审讯尝试有极高抵抗力 六个月后 IS.C.P.4670以首尉凭证逃离收容 影像监控显示 IS.C.P.4670将一名首尉引诱近期收容间内 然后在两人脱衣时派打首尉头部 将他变成了一头猪 IS.C.P.4670随后将遭遇到的所有人员都变成了猪 赶着他们一同从紧急出口离开 IS.C.P.4670脱逃月八个月后 我是失踪 在他失踪一周后 一份没有回信地址的匿名包裹 被送到赛林姆主管家中 包裹内是一帮首次猪肉 基因与 相符 以上就是S.C.P.4670 简单地说S.C.P.4670是一位希腊女性 具有能力将人转变为猪 S.C.P.4670主要以警察为目标 将他们变成猪后做成烤肉 变成猪的人外观和行为都和普通的猪一样 但味道和激进却仍然保持原样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S.C.P.就想要适应少女 不过从S.C.P.4670的希腊协同与姓氏Helio 可以知道S.C.P.4670的灵感来源是希腊神话中的卡尔克 卡尔克又被称为瑟西 是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海利欧斯的女儿 卡尔克拥有丰富的药草与魔药知识 并擅长以词将他的敌人变成动物 他最著名的故事来自荷玛史士奥德塞 他一大餐招待奥德修斯的船员们 并在餐点内加入魔药 将船员们都变成猪 奥德修斯在信使神赫密士的帮助下 击败了卡尔克 船员们恢复人形 之后卡尔克爱上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与船员们在卡尔克的岛上停留了一年 在这期间 卡尔克给奥德修斯提供了旅程的建议 就用给SCP以希腊神话为基础 加上连环杀人与识人等要素 有种杀人魔故事的惊悚感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最后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